不如拍摄駕駛的Volk 因此,我以前也想拍攝 以前駕 Mini 時,我都想拍攝 我試駕駛著車四處去,四處遊玩 去乘車跑步,去游泳等 當我走出一場活動 其實我都有想過拍攝 但在香港很忙,連睡覺都沒有時間 所以就打燒了這個念頭 現在又可以拍一下駕駛FOD 大家可以看看 因為我看到人家真的很無聊 一邊駕駛半個小時都會有人看 然後中間又說說話 現在就半個小時了 因為上了MOTORWAY 這就是M40 一直走,一直駕駛多 大概41公里就到了 今集就試試駕駛FOD 整集都是駕駛的 然後到OLED 先拍OLED 直至到我都沒有位置 然後又可以看看沿途的風景 又可以看看怎樣駕駛 這部MOTORWAY 不一定的 它的速度是70mL 之前也提過 其實駕駛70mL 我們最好駕駛前面的車 或是跟前面的衝動 一樣不太駛駛 所以如果我先駕駛中施 就跟前面的車 但現在有些少說時間 我待會就會抽出去 快線,然後駕駛60-70mL 希望可以早點去到OLED 就早點看東西 看多點 我現在抽頭出去了 看後面沒有車 如果它差不多跟到你 你就要買回去 那我先過了 有人說這部Toyota會不會飄飄 其實它都跟我出身入死了這麼久 去過萬城 去過很多地方 到KMOTOR 現在是駕駛60mL 那我先過一小時 wearing一下駩 踩好 然後拿去一個零 his 螃蟹 那裏 就得pping 出壞了 井 來 位 scheduling 其實我身邊的女生朋友駕駛也很聰明 我不敢說自己駕駛,但起碼沒有時暴光 四條零光光,車沒有花無聲 我的女生朋友可以駕駛很大一輛車 車也沒有問題,駕駛X5,駕駛M2,駕駛補貨車 駕駛的很大一輛車 駕駛的很大一輛車也沒有問題 我身邊的女生朋友都在 所以...對,其實很聰明的女生真的很多 所以女生做起事上來,未必差 其實現在全程都在開70毫升 所以我都在香港,可以駕駛一輛車 我都在香港,每小時都在開70毫升 我都在香港,我都在香港,每小時都在開70毫升 我都在香港,每小時都在開70毫升 應該...好像有古典羅可以駕駛的感覺 這輛車超省油 剛才我是有四輛油的 現在一輛油都沒有去到 這輛油都沒有去到,現在真是豪車 很漂亮啊 好啦,還有十多分鐘 還有大概十公里左右就到了 哇,駕駛了一輛車 咦?一個小時左右,好像我快了 比遠離時間快 這輛車都在開80毫升 即是82公里左右 因為太大直到太闊 好啦,所以整個租快了 就到了 比遠離時間快 好快 哇,很漂亮 大直路 現在這裡所有車都在走近八、九十毫升 大家都好放置 這裡一定是80了 對 當然是 現在到達了 然後轉...前面第三個燈口位轉右就可以了 用左邊兩條行車線靠左進入四一年 然後從第二個出口離開回旋處 進入Oxford Road 認真是說什麼 好 比完定時考試中了 十幾分鐘 好累 剛才一出彎後面有車退 看我Toyota就退 開Mini 沒那麼多人退 然後我爭氣 馬上上正常的速度 第二個出口離開 啊 到了到了 好了 還有... 20馬就到了 好快轉兩個彎就到了 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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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回到Oxford那邊的Outlet 因為上次走 我的朋友看完之後很開心 叫我 你沒有走Burberry 還有沒有走Gucci 那我今天特地 又再來走這兩間 還有呢 我順便想試一下拍... 嗯... 駕車Ford 那只看我駕車而已 因為我發覺呢 我的朋友呢 很有趣的喔 他們沒有車牌呢 都很喜歡教我駕車的 一跳上車就 欸 小心 看著那裡有巴士 欸 看著紅燈 看著這個 看著那個 然後我說其實... 因為我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然後我就問 咦 那你有沒有牌的 那...沒有啊 我說那為什麼會教我駕車的 難道我的樣子 像不懂駕車 我有牌的喔 我都... 大大話說 駕了十幾部車 買過十幾部車的喔 哈哈哈 所以我今天會拍駕車Ford的 那我希望以後大家 跳上我的車的時候 準備會教我駕車 好久了 那現在駕車回去 那也是走返Motoray 可以看看 哇 前面一路 都是沒有街燈的 十三公里 那一直走著 70公里 就走二十三公里 即差不多 差不多一百公里 那現在就要專心駕車了 那就是 那你前面有車 都是 即是儘量跟著它 那你前面也沒有車 那路就很暗 那你車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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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沒有那麼清晰 那些視野 那如果現在多車 我覺得都想可以的 因為我之前都已經認識 就解鎖了 我已經開機的小時 但是這樣 所以現在都很習慣 好 回家了 嗯 呃 你